影片中的漫画人物搭配一口流利的日文 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提及台湾的字典 再往下听 影片中的漫画人物还说起了台语 来自10名台湾漫画家的作品 1号在驻日本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展出 参展内容包括台湾漫画家 感谢日本捐赠疫苗给台湾的彩稿 驻日代表谢长廷出席观展 台湾过去曾担心台日交流 会随着讲日语的世代凋零而变得困难 但是现在看到年轻人的创意感到很欣慰 从这一次疫苗的提供以来 我们台湾跟日本的这种友好 民间友好的level 我认为有一个更大的提升 透过这个漫画我也就是非常好 因为就是年轻文化的交流 未来是年轻人的世代 年轻人可以透过这个漫画的交流 更互相理解 自六约日本提供疫苗给台湾以来 台日友情再升华 这场以漫画表达台日友情的主题展 邀请参展的漫画家绘制全新采稿 并提供感言文字同步展出 因为大家都在感谢 那我也很希望有什么方式来感谢他们 所以我就也在跟文策院在开会的时候 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主题 把它改变成是谢谢日本 那这里面的元素 也加一点谢谢日本的这些文字 那所以那时候文策院 也赶快去跟漫画家联络 所以这漫画家很多他们也很积极 也很配合 我真的也很感谢这些漫画家 今年文化中心与 文策院进一步推出漫画跨界应用 以这次参展的十部台湾原创漫画内容 结合台湾专业声优配音和原创配乐 制成有声动画短片 目前有五家日本出版社 也正在积极洽谈日文版权 优优配音和原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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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音和重症 也是15分钟的 但是显然的 追养的